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二度就业 还有首龄再就业这样的议题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这几年非常注重社会企业责任 这个阿元大哥来跟我们聊聊 我们欢迎的是阿元肥皂的创办人张荣源 阿元大哥 主持人佳玲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元 阿元大哥真的是好久不见 我跟你已经在十年不见 但是我觉得你都没有变 这些年你都在忙什么 说到这个 我实在觉得很惭愧 当大家都说到我没有变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在安慰我的 因为这十几年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我的体能变了 我的皱纹也变了 至于我都在忙什么 其实 老人来说我感觉 好像其实很坚持 很勇敢 但是某个程度来说 可能也是我们不知情 这十几年来 我也是都在忙 我们一堆三位 到底要如何 做得更好 更有寻度 所以我也是跟十几年前同样 你母親的邮操 母親的浪廠 跟我们的工作室 你太谦虚了 你知道吗 其实坚持跟毅力 我觉得是最不简单的 因为这个社会现在 滚动是变化得更快 那你怎么样本着这颗初心 就很不容易 尤其现在我刚刚开放提到 其实很多的长辈年纪越来越大 但是大家还是追随你那个理念 我觉得这几年很不容易的是 您再做一件事是 首龄再就业 你找了很多青壮族 他们一起来投入阿园的生产 我们现在首龄再就业 还有二度就业 大概占我们整体员工的比例多少 直接讲比例就是 这不知道是多少 讲比例之前 我先讲数字 大家对数字比较有感觉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来说 这十几年来 我们就一直维持着 到现在为止 公司差不多要200出头的人 在台湾这个地方 差不多200出头的人 我们里面 数字看看 应该差不多要买28的人左右 就是中高龄在我们这个参业 以阿园来说 有超过一生的人 都是我们所谓的 45到65这个寒暖的 因此如果 它算是一个很漂亮的比例的话 我觉得十分之一的比例 大概是我可以告诉佳玲的 是我们现在的中高龄的比例 我很好奇 阿园大哥当时候 我会找上这一群中高龄的员工 你为什么会想要 HIGH他们进我们集团来工作 你看上是他们的社会经验吗 还是他们多一份的耐心 跟真心热情 我刚开始的时候 是没太多 因为我开始在创造 阿园肥皂的时候 我已经43回了 我知道我自己 已经没有太多年轻人的机会 我自己算是中年在做创业 所以我就很理解 一个40几岁的人在往后走 可能会有一些紧张 会有一些竞争力的问题 是因为我认为 我自己是这个年轻人的 年轻人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在外面搬亂 沒關係 你可以搬亂搬亂 跳来跳去 因为青春是他们的本质 我是因为 如果我到这个考察 我想要做一件事就是 让自己可以安定 不要这样骄傲的 前多前少是一回事 我希望安定 可能是这种同理心的投射 所以我刚才开始的时候 也是没想到很多 我就是在万里那边 开始开一间工作室 有需要做手 一个 两个 四个 五个 十个就自己起来 你做完 你会想说 有哪个厨家的地方 四 五十岁的人 没有固定的工作 还是真的没有一个 可以去港岳区 还是去社会的人 跟人做扯评的时候 很清楚的专长 但是这种人来说 他们现在在高养 他们希望我就是说 有一个可以让我做 身份可以稳定 就入住不要太多 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 是这种人让我感觉就说 原来这么多人 跟我同样希望可以稳定 但参加阿源大哥 你刚才说的一样 你觉得这几年 自己有感觉 我当然是看不出来 我觉得我刚刚说的 您都没辨知的是 你整体给人家的那份热情 还有你的整体的身体的情况 都维持得非常好 但是你自己都有感受到 体能是会逐步下滑 这不可以骗人的 就是你身体 这个是使用年限是有的 如果说我们害的是 比较年纪 比较长的这些员工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有一些 生理上会比较辛苦的地方 怎么样来打造一个 轻盈 共好的这样职场环境 有 我完全都知道 我们也很厉害就知道 对不对 哪边再给你贴什么 职力贴 什么地方又去针灸 哪一天又要请病假 聊天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 有在吃饭什么 这好 这胶原蛋白更多 我们来吃这 吃这对骨头更好 其实生活里面的好物 都在透露出 他们现在身心的状况 我都看得到 这几年因为有点事情 公司也是有 原品比较好的人资 人缘进来 就帮我们协调 我们就会找劳动部 找地方就业的单位 来协助 指导我们 告诉我们就是说 你们这里有哪些惯性的动作 可以藉由哪一些辅具 藉由哪一些致具 可以降低慢性的疲劳 因为这个部分就是 做得尽量做 但是我就是希望 无论怎么做来说 对我们来就是 会危险的部分 把它防护做得好 会当你所在 重量 要冷冰 要弯的地方 我们就尽可能把 加轮子 加脱掉的 就是大概都是做这些小事情 很贴心 从来没有人想过说 雇主会帮员工想到这些部分 阿源大哥其实从四十几岁 你创业的时候 你就一直跟大家强调说 你一直想要回到最原始 那一颗初心 你想要是最初衷的那种想法 那你也说过一句话 你说热衷开店 看淡电商 但是疫情三年 如果以商业模式 你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 我跟你讲 我疫情的时间 我刚才台湾几十间店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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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现在我在调整 我的店比以前更少 差不多从以前的一半 我觉得这是因为 消费社会的改变 我们不能强度关山 但是要对开店这件事 其实我反而是因为 我的店已经扫开了一倍了 我要多一倍的心血 来照顾我的店 在疫情之前 我们的实体店铺跟我的数位 大概就是说 我的线下 百分之 实体 线下百分之对 网路的那个地方 叫做百分之二十 但是疫情之后 我们现在在的条件 它已经改变了 那你大概觉得 疫后它的比例应该要怎么分配 我不谈分配 我谈的是改变 就是说我的实体店铺 我们已经回到了疫情的水平 可是线上的部分 它现在已经百分之三十五 我们没有大做特做 所以表示就是 我们在线下所形成的印象 跟好感度 我线上稍稍动一下 那个就上来 所以后面会怎么改变 我不想去评估 数位上面会起到多大的变化 可是在线下的这个地方 我就说我是活在一个 人的世界里 人跟人接触里面 会有感觉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还是要好好的打造线下的店 因为线上的店是 买卖上面的途径跟选择 可是线下的店 它是一个街道的风景 是一个区域的场景 是一个人之所以愿意 还要再走出来的时候 他所能够看到的是 我的时代记忆 跟我的生活的滋味 因此在这一块就是 我们内部不太有拉锯站 因为我们大家都还蛮认同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会怕 如果我们全部大量要往数位去 那我们线下的这些人 我们的收获人员 跟公司以前在呈现美学的 道具 陈列 布置 是不是都会不见呢 这些人才怎么办呢 所以这些人才 他应该要被深化 他可以做得更少 可是他们愿不愿意做得更精 其实有一些国际品牌 已经在示范给我们看 他们其实做得更精 做得更好 他不会因为线下的营收短少 来卡你这边的预算 所以这个地方 我个人没有天人交战 但我们的团队在财务的支配 跟货币的一些支出的时候 大家现在都还在处于 重新去怎么样来结构的 这一件事情 变成实体店 它得要重植不重量 它的店铺数跟以往比 当然是少了很多 但是它要能够给客户的 这一种体验消费 是要更升级的 刚刚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特助秘书 我就跟他开槓 我说 私底店铺一定要做好 我简单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这样 如果有一间廟 一间静思堂 给你做得漂亮 很好 我跟你说 那叫名门正道 如果我们舍了这一块 我只在网路上面 我跟你说腰身很多 他讲的话是很多人会跪拜的 可是你要有一个朝圣的地 我觉得它就不会叫腰身 因为它有很多面面的目击 可以让大家来检验你 这个是我对实体店铺 我还是抱持了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我简单来讲 可以说 我们大家都好爱旅行 大家都出国了 你觉得想出国的人 他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他就是要看到有很多 很活络 很不一样的 很好的店铺可以逛 是 我不可能来到台湾 结果我还要滑滑手机买阿圆 但是这些时间就是 大家要条件 我感觉就是 因为疫情过后 它才一年 但是既然我有一个想象 就是数位的成长 我们不要去计算它 应该要努力 因为我们还是要知道 生活的行为 本来就是不断地改变与进化 数位这个是进化的一个部分 但是DNA是什么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DNA 你的进化就交给室館去做婴儿就好了 所以实体店铺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都正在努力 阿圆大哥您刚刚有提到 疫情期间你的实体店铺 你说疲勒 疲勒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因为疫情期间 大家要做什么 就一定要消毒 洗手 我觉得三个人这个东西 应该要买得很好 为什么你会觉得 那段时间大家是比较辛苦的 这是比较跟大家想象会不太一样 没有做小的东西 但是因为阿圆它不是一个 每天而且必须要强迫性的 高密度使用的 是为了安全而清洁的 像那个地方 我觉得很多能够杀菌消毒的 这些基础的用品 因为消耗大 它就会回到民生的一个刚需 那个叫马斯洛里面叫基本需求 因为阿圆刚刚开始 不是一种基本需求的 我也是有特殊的 功效需求的 我是有品牌的 特别的 向往的一个建构的 所以在那一块 我们真的受到打击 每天要用大家酒精喷喷喷就好 然后买那个一整包六块装的 大家回到最基础的需求了 这这次过程 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的 所以那段时间 我们的虚类类也就是说 在这一块办手礼 我们当时阿圆互相来赠送 当办手礼的部分 因为日本疫情是全球的 我们全球的礼盒占了阿圆 将近要30%以上的营业额的额度 你看看疫情这三年 国内全断 光光客没有进来 我的礼盒的那个 整个就下来了 三成就没了 三成就没了 而且疫情是因为全球的 以前阿圆的营业额有一块 很明显的部分是在日本 东南亚跟中国大陆 那边中国大陆更是很可怜 更辛苦 他们真的很辛苦 所以说 文件就没得不出去了 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在台湾 就是你体积小 你变化得看不出来 是因为我当时的体积很大 你碰到全球的问题 我整个就会压过来 而且有一块 我说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可是要成还是要萧何 因为我们都是实体店铺 所以实体店铺你就看 没关系你就贵 你如果不贵了 你不是消货减少 你每个月的净支出 你薪资可以让人 小姐每天 面面成本也是 一斤店 简单来说要轮班 一斤店差不多 就是要衣服的人 季舊也要衣服的 他站在那边每天掛蛋 你还可以帮他薪水的 你支付有的除非是关 要不然你薪水要有付 所以光是挤头对我们这种 刚开始的一个中小企业来讲 而且在做第一 做销售服务业的 我想很多人能够 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应该不太在你的计划当中 不在 不在计划当中 所以在这一关里面 我才说这三年我改变很多 我们一定要 适度地拥抱创新 在疫情之前 我自己对于数位的掉以轻心 而且还有一点点看不起数位的 觉得我就应该是要 到处开圣殿的那个概念 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因为 我太看好 看得见的东西 可是看不见的东西 事实上它在暗潮汹涌 确实是我自己的努力跟认知 我觉得是太晚了 但我安慰我自己 可是事实上也证明 我是一个变化得很快的人 就是说不怕念起 只怕绝词 当我念起的时候不迟 我马上付出行动 我的数位的 人力的架构 系统的建设 以及外围更懂的数页伙伴的 一些缔结 我每件事情都是 像剥洋葱一样狠狠地 一道剥出去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还有一点点 遇到这件事情 我最大的起伏的时候 原来我的胆子 比我想象中的还更大 其实我觉得阿源大哥 他讲出来每一句话都很有哲理 这个是十多年前我访你的时候 我也有这个想法 但现在我觉得这个层次又更提升了 这些年当中我相信 历经了很多风风雨雨 你自己心里头应该 蝙蝠都在心头啦 每当碰到压力来的时候 或是一些很大的挑战 外力也好 内力也好 你都怎么样去面对他们 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写书法 你也很容易让自己进行下来 你都怎么样去化解这样心情上的一些压力 其实我说真的 我常常晚上九点多十点 我真的就睡觉了 那是因为压力真的很大 然后你回到家以后 你真的会很身心的疲劳 所以我怎么化解压力 如果以我现在我有 我觉得化解压力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是有 清草药跟中医的底子上来的 它没有一个方法跟两个方法 这个就是说你要治本 你的镖才能够离开你 可是如果你治镖的话 你的本不会被挖掉 而且搞不好 那个本的后面的中间那一层 它会产生抗耀性 所以如果要化解压力 其实你应该要从你的 身 心 灵的地方 好好的全部去琢磨 灵的部分我不去谈 因为那个可能牵涉到 你自己的宗教信仰 跟你的修行 瑜伽跟灵修 还是祷告的习惯不谈 可是身心我觉得可以做得到 我是很多样 我加强我的运动的时间 但是因为体势能很重要 爆发性 强度的 重量的 我没办法 阿源大哥从事什么运动 我从事的是体操 瑜伽 还有快走 所以我从以前都是 猛爆性地跑 快速地游泳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体能的退化 是因为 我现在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开始进而就是说 慢涌 慢跑 到现在连慢跑也 因为膝盖的关系 就是会快走 所以从外面的身体 我觉得运动 活动 它真的是让你的经络活动 回到自己 这是调解压力 一个很好的方法 至于写书法 它是不是有调解我的压力 其实没有 没有 写书法其实 我每次写的都战战兢兢 但是挑着我压力的都是 我在写书法之前跟书法之后 写书法之前 你要准备纸 要裁纸 要磨磨 要提水 写完书法以后更惨 你知道吗 毛笔一枝要洗都要超过10分钟 燕台 因为你就是不能去磨 会磨伤它的燕的表面 水怎么去流 整理你的桌面 然后有写的人就知道 棉子跟轩子 材质是会有很多紫穴 紫粉的 其实我跟你讲 要收拾 我前面跟后面 大概要花半小时 可是我只有体力写10分钟 所以写书法对我来讲 反而是前面跟我的后面 它真的训练到我说 当我要下笔的这个过程的前面 我一定要很专注 要不然我这个字写补完 这好像在讲人生道理一样 事实上是 美食只有10分钟 好不好吃 其实只有3公分 这两年你除了一直在做的 你在种草药 一样在根于你自己本身喜欢的 我们有注意到 在这个金山那边有一块地 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 北海明珠 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在这个地方 要做大事 说到这边就正经营补完 要流出来 我告诉你 有时候人们都是为了一个承诺 一个欺骗 因为当初我们在金山那里 已经不够做的时候 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比较大的工程 你如果要比较大的工程 你就是没有去工学区 你几乎没有机会 你如果要买工学区的土地 跪到够你穿家荡产 因为我们做生命也买工学区的土地 对不对 跪到那样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们一定要找 找一个最好的就是 让我们这顶和到顶 十几年 几十岁的人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 奉回的家庭 我们不要让他超级20分钟 因为怎么说 以前在金山做生命 那顶的人都是怎么 早上去哪儿突出 下半回去还可以煮暗 这是他们几十年来的习惯 如果要搬下去金山 不是不可以的 因为生活全部都不断了 如果要搬那些人会感到苦 或是你要再过来沉醉这个工学区 我跟你说 路程都超级一段时间 他的生活整个被改变以后 只有两条路 第一个 不是头脑不要走 第二个 他要变得很痛苦 为了点薪水 每天要花两小时的时间在路上 那上班痛苦只收太高了 你这个对中高龄 而且已经有家庭生活习惯的人 怎么办 我简单来说就是 我总要跟你说 好 大家来放完 来尽量找 我们来找一个 里面更均匀的工学区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一点的事情 让我吃足了骨头 所以我放弃了 一年可以搞定的 承租购买工业区的酒塘房 我花了将近要三年的时间 只好附近再找一个 可以盖工厂的土地 买了土地以后 从整地建筑 执照 自宏 防水 环保 才把它蓋一天流起来 目的就是我认为我们公司要抗大 整个房子 你们不应该成为我的包袱 很多人就搬 扩 可是我觉得 你们这些人是我的祝福 以前像手 对吗 这样 担担 要做什么的时候 如果不冷 就让我们今天冷 我今天因为要长大 我需要更大的工厂 结果会造成什么 你们转业跟你们失业 我要怎么办 所以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才觉得就是 老天爷也帮助了 终于让我找到了 在石门乡 有一块丁种建地 可以做这样子的工厂 大家跟我有到小庭 我跟他们说 相信大哥 你们都不要走 你给我两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暂时先拌来淡水 我们有个临时工厂就在淡水 我说这两年的时间 你比较辛苦 一天两天 没关系 但是两年后 我一定要给你送回去 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相信我 然后他们就 开始有一段时间 公司就租车 每天接他们到淡水 每天接他们回去 两地往返 两年 后来我跟你说 我才说老天爷要努力如何 疫情 功臣延误 天后状况不佳 本来预计两年回去 会拌到要三年 六个月 整体是三年六个月 他们没有人因此抱怨 也没有人坑一声 他们相信 一定会等到这一天回去 所以我们虽然说 比原来预计的两年更长 我们这些人 还是按金山来淡水 我们今天的中国 送回去到金山 小吉拜这个地方 大家又欢喜了 不用坐摩托车 我又站在桌外 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公司 你看他们 面上的那一种 笑容跟那个感觉 你第一次看 三年疫情下来 有没有大家 跟以前一样 笑容又出来了 其实这个很像 这个很像一个共好 一个共好的情况 你为他们付出很多 后来你得到的是 远比你想象中的更多 没有 我没有为他们 那个感动 我没有为他们付出一个什么 我觉得 我们自己要创业 要做老闆 其实说我们为别人付出什么 那些人都很好听的骗人 我们有需要的他们 不然我们在外面 你上班就不败了 你要到家去蒸油炉 要到家做散文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旁边的云林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云林 就是可以 有一筆钱给我们帮助 或是给我们一个礼物 但是我觉得正经的云林 云林人 我们可以告诉你 正经的云林人是在旁边 慢慢地帮你帮助 慢慢地给你欲援 都不会跟你说话 所以我觉得 他们是我的恩人 你想想看 一大群加起来可能是 都超过千岁的中高流的人 你还在原则 来账用我们这个孩子 要做这个散文 我这样来说 正经几十个人接 六十几岁 五十几岁 四十几岁是我们年轻的 几十个那些人 来帮助我们做这个散文 我们就可以 基金工程由于因 来改变 我们原来要失踪的理想 这样有创业 没有 结果我们在中的是什么 比的比较多 外面就给我们说 我们很有理想性 回馈相职 真的是造福相向 不然会带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喝水 大家只水渣 他们会让我们 我们也这样 一点也让人就是这样 那其实今年也要恭喜阿源 转型成B型企业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一年 做这样的变化 我觉得B型企业 我觉得阿源是聚到的 因为在我的个性里面就是说 我不要乱抬起来唱歌好听就好 我可以去参加比赛 所以我以前其实 我就是这样子一路一路的 自己做堆肥 自己做有机农场 自己保育动物 做好多好多事情 可是等到疫情的这三年 我坦白跟你讲 你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因为营业的打码也做不到 我们只有回来 把我们做的东西 一条一条的经历 我们里面有一些团队就是说 要不然我们来参加比赛吧 反正什么都不能做 要参加这个什么有机认证 绿色保育认证 绿色工厂的 其实我跟你讲 做几年就滚在家里面 外面也不能打扮 电脑多减 大家就开始去申请 去比较 怎么晓得我们以前 做的这些事情 从员工的照顾 性别的平等 然后什么福利金的提拨 我的农场 扩籍就业的影响率 每个乐乐等 然后我们阿元去比 就把我的资格去送审送审 你知道吗 全球才4000多家B型企业 台湾可能不到200家 才不到200家 我们阿元就是在B型企业 这么个位数字里面 我们一次送件一次就拿到了 是因为以前做的东西 就完全符合 我得到的B型企业 等于只是有某一个 国际新列出来的条例的价值 它肯定了 我这些事情的一个正确性 但这也代表说 一路走来你一直坚持走对的路 对你来讲得到这个奖这样的肯定 其实才会算是一个 很自然而然的 仿佛是你就是很 像每一天一样这样平常心在度过 你就拿到这个奖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社会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就是涂一个苦水 真的很不公平 我们20年前就跟他们说 劳动力美学有多好 土地伦理有多好 都只是说 阿元就是在做广告行销 讲那些口号 那些都是文案 但是你说一个B型企业之后 海内外大家就来跟我们报道 为什么这么好的土地伦理 如果你们学大家听不懂 你一个B型企业大家就说 不简单 早年我还记得阿元创立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国内真的你就是 我觉得是先驱 国外我们会看Losh 会看欧苏丹等等这些品牌 但国内真的你就是 很早做的那一群人 但是在这些年 我们不要说这十年 疫情三年 好多类似的品牌都冒出头了 那你怎么看现在这一块 大家讲求有机 讲求比较原始 初衷一点的这些品牌 你觉得市场会不会竞争太激烈 会形成不同的模式 市场的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 如果你站在小我的身上 你不乐见这样子的一个激烈 可是如果这一件事情是好的 你知道吗 当越来越多人知道 它会让中间走模糊地带的人 会专注地做得更好 最终地好 它会回到消费者的身上 而且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 它也可以产生一个压缩的作用 它让大家可以使用到的很多 来自于天然的 如果大家都选天然的 那些原物也会因为以量制价 它变得比较更便宜 所以当越来越多人做的时候 我自己的心得就是就让它去竞争 但是一定总有大家能够筛选得出 它比较低的 口感 比较低的 这样就好了 大哥 其实你的家族 你当初会创业 会踏入到这一块 其实也有些渊源的 因为家族就是有一些亲戚 本身就是在进行中医 这样的一个行业 你是从小就耳濡目染 如果说这么多的药草 要拿一项来比喻阿元的精神 你会怎么样来比喻 我一定是选艾草 因为艾草可以 感觉上你又可以保平安 那实时上如果我讲的 零的部分也相信 它可以 那些妖魔鬼怪 改变正气 所以我真的好爱艾草 好重 然后功用又好百搭 其实像手工皂这一类的产品 它具备了一些很多 当然整个做的过程当中 它是非常疗愈的 再来就是它本身都是一个 质感比较好的 对人体比较有帮助的一项产品 如果说当然有很多的后进者 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 很多年轻人会对这个有兴趣 阿元大哥有没有几句话 可以给他们一些中顾 如果年轻人 我觉得不要进来 因为年轻人你需要多学习一些 跟现在的趋势工具的应用 一些更好的机会 我不是说肥工肥皂没机会 因为更好的机会就是说 跟速度有关的 跟创新有关的 它需要有更多历练 你应该有更多的历练 那个可能可以 如果你很希望的是 将来这个成为你的事业更赚钱 其实别的事业会比手工肥皂 更容易成功 更容易赚到很多钱 这是真的 年轻人真的不要太早进来 往往可以 如果真的已经有过一些历练 或者就是说你是半职 富闲的 比方说退休的或妇女 假如你要做的时候 我会建议有两件事情 要把它做好 这个因为手工肥皂 技术门槛这么低的东西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认识油 油 油的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认识 你搞不定一个好的手工肥皂 真的 因为油真的是宇宙界的精华 它一个种子里面的生命液 这么丰富 就在那几滴油里面 好好的先去认识油 你会做得出 其实很属于你自己身体 或者是你某些你想要关爱的人的身体 需要的 先认识油的这件事情搞定吧 其他都是附属的 如果你想靠它卖钱 有一件事情我倒是觉得 有我的经验 它不一定是真的很好的方法 我的经验就是说 日久见深 跟人的交培一样 青山繁花都会过境 但你一定要很诚实 一定要很诚实 这大概就是我觉得要鼓励给他们的 你用了什么就讲什么 不要很夸大去讲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考验 接下来几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或是说对这个场 你希望它可以怎么样放大它的效应 好 我倒过来说 这个场要怎么样放大它的效应 它其实 它不会是我的能力 也不会是我的想象力 可以达到它的 我先讲这一件事情 但是我是希望说 这几年来我做这件事 可以是真的给台湾的一些本土企业 还是要创业的一个人 一个比较好的高贝 就是说 大家都说国際市場 大家都说经济很好 说数位网络 但是我只要回到我们自己 我们回来我们自己来说 数位 国际化 或者经济的规模 你就回到你自己 你自己需要的有那么多吗 如果你看到我们厂家的地方 这边 那边飞 有钱 大家要出去 日本很漂亮 台湾很快乐 欧美好美 为什么要留我们这里 是因为我们对这里的用心不足 我最近已经 我坐在这里我六十岁了 我可以谈这件事情就是说 有时候过不得 这几次不做 这是终究所说的 就是我认为说 过我们自己的故乡 在不过我们自己的兄弟的姿势 可能会比自己成为很好的国际指标 专业经营人还来得更重要 所以说这间工厅 它的未来 我觉得我们不要说 但是我觉得它现在 这是要给大家看 我们的过去 所担心的脚步 是正确的 企划大厂 有炒大片了 家庭起来 在这里做老的人 大家有它的重点 还有它现在的头脑 它可以发挥它的专重 我们做这个行业 我像以前做的行业也同样 但是我是一个觉得 有时候你渴望这个时间 在这里为什么说 什么叫做生意 生意的吃甜 什么叫做人情无家 所以我想的就是这件事 我们平白就是 感情和生意的东西 我们可以照顾化做 要照顾化做的就是 我现在白海明珠 这个创生基地 我的目的 这是我的目的 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交配的 就是也是没辣 如果说平平做生意做头脑 我们差人真 就是我觉得 要为人处事 还是大家要罵罵罵罵这种 我觉得就是 不敢说人家贪念 但是我是走过来的人 这个我还算知道一些 真的 阿源大哥18年来 从你40多岁创业一直到现在 18年来我觉得你都本着 你原先的理念 你一直秉持着这个初心在走 那未来10年也好 20年也好 你希望阿源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品牌跟企业 我是一个很爱美的人 我是一个很重情的人 但是坦白讲我觉得美跟情 它从来只存在于少数跟精砖 多了它真的不太容易变成美 我想这个东西大家知道 我很想实力在这个地方 那它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企业 其实我们内部讨论过前百次 我说不要交给我 不要听我的意见 因为我的意见 只会让这个肥皂 美到可能孤芳自赏 好到可能就是左邻右舍 但是当你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们在想的一定是创业 你在谈的是金融 对于一个不擅长这一方面的事情的人 真的我不想加着意见 而我会认为 如果她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样子 即便我不能做成LVMH 但我可以做成一个是被你变购进去的 Tiffany 永远是那么美丽的一个淡蓝色 那不是很好吗 这是我对这个肥皂到现在 我所能够掌握的 我还是希望做好它 谢谢阿源大哥 听你说话真的是一种享受 我认为你真的不是一个商人 你是一位艺术家 也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分享 谢谢您 谢谢 好 决策者我们下回见